場上可以看到用頭錘啊 那會居然在自行車的比賽當中也看到這樣子的畫面 現在這個有箭頭的這個指示的畫面啊 可以看到剛剛這個這個箭頭所指的應該是 Kamenich的位置啊 那現在呢這個右邊上來的應該是Garmin Transition的這個 火車頭啊 這個Julian Dean的超越並沒有任何問題啊 導致這個Mark Rancho的這個動作啊 太過over了 那當然這邊的 接著呢Mark Kamenich呢 繼續的不管前面這個副槍用頭頂 但是看到這個情況呢 他的衝刺距離到了之後呢 他就發動進攻啊 然後面呢Piteki反應慢的半拍啊 可以看到第三位的這個Fara 仍然並沒有太大的這個加速抽車的動作啊 可能這個手的狀況呢還是沒有完全的恢復啊 哇這個Mark Rancho呢 也許呢 不知道在前面可能5公里或10公里之間 是不是跟這個Julian Dean有什麼過節啊 但是這個這個動作呢 應該是犯規動作啦 而且呢這個Rancho呢除了頭頂之外啊 當這個Fara超越他的時候 他還有一個關門的動作啊 所以呢今天來講呢這個 Garmi呢可能跟這個Mark Rancho之間呢 賽後呢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衝突 再看一次剛剛最後的衝線畫面 可以看到了 Piteki在後面呢 差距呢應該有一台車以上的這個距離啦 哎呀旁邊好像還有看到新陳信也應該也在這個集團的前端啊 不過呢今天拿下第三名的 則是Garmi Transition的這個Tayler Farah 啊這邊重播這個剛剛應該有這個犯規的動作啊 可以看到呢前面這個好像應該是Mark Rancho 那但是呢這個Kamenich完全不為所動啊 換成從Rancho的左側呢 開始發動加速啦 可以看到呢這個 右側呢則是這個Piteki 發現之後呢繼續往前加速 目前可以看到他們這個距離啊差距啊 而這個Garmi Transition的Tayler Farah 還因為這個Piteki的切入啊停腳了一下